陈关希看一岁女儿摇晃雪走路一脸慈父模样!眼界网友发现这个小细节大赞:"好爸爸!" 陈关希跟秦淑陪有了女儿Elyma之后,完全成了宠女儿狂魔,Elyma一岁生日时,陈关希叫来多位好友为女儿庆生,贵住为女儿端住蛋糕。 陈关希又晒出了女儿Elyma近照,照片中Elyma头发蓬松,像是刚睡醒的样子,手里倒是住玩具,口水都流了满嘴,穿的也是普通小孩穿的衣服,一点没有像李湘家的孩子,穿的一定多么奢侈。 网友们晒出NAMI的照片,那把拍照技术能不能提高一下下,我们大佬再有延任性也不能这么任性啊。 看到陈关希这么晒娃,网友们笑喷了,使爸爸晒娃风格无疑了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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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佬崩溃。 哈哈哈哈,这拍得也太随性了吧。 这才是亲爹啊。 一岁的NAMI已经学会走路,NAMI的姑姑晒出陈关希教女儿走路的样子。 陈关希不止在女儿打扮上比较朴素,在训练女儿走路的时候,陈关希也是在确保女儿安全的情况下,让NAMI自己摔倒自己起来。 别看NAMI上面头发蓬松,眼睛也小了。 其实NAMI可是漂亮的小公主,毕竟爸爸颜值在那里摆住,长大后必定是个大美女无疑。 现在的陈关希完全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男人,有自己的品牌,赚钱养活老婆和孩子。 NAMI退出娱乐圈已经有十年的时间,如今她带着老婆孩子归来,再次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陈关希,一个我行我素,潇洒随性的关希哥。 参考来源 s文字幕志愿者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